哈喽,大家好,我是伟汉 欢迎来到伟汉家乡菜 你可以叫我伟汉,你可以叫我Jeff罗 你可以叫我媳妇,你也可以叫我Chok德罗 经过第一集的公保姓包姑 很多的素食朋友都为我们留言和鼓励 所以今天我为大家而设的就是这道 简单的素食料理 这道简单的素食料理非常的简单 可是对我来说,却非常的有回忆性 它是我去世的外公非常喜欢吃的 冬菇焖萝卜丝 这道简单的菜肴材料有四条的萝卜 这个萝卜要切成丝 虽然你看起来很多 可是你煮起来的时候它会变少 还有就是五个冬菇 冬菇也记得要切成丝 还有就是一大匙的酱油 好,首先把锅烧热 然后呢,放入适量的油 OK,我们等油烧热先 好,油烧热后呢,我就可以放入这个冬菇丝 给它炒香 冬菇要用油来爆香 它才会带出它的香味 OK 当冬菇炒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放入这个萝卜丝 然后呢,再继续地翻炒 然后呢,再继续地翻炒 好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入那个清水 焖15到20分钟 翻两翻 我们不需要放糖,为什么? 因为萝卜本身已经是甜了 所以只要放酱青去提它的味道就行了 OK 这个时候呢,把火系中火 焖15到20分钟 好,15分钟过了 让我翻一翻,炒一炒 嗯,它也开始收汁了 你看,它也开始收汁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上桌 好 好,今天的节目又来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like,share,还有subscribe 如果subscribe,在我的视频的右下角 有伪汉家香菜的logo 按一按,就subscribe了 如果你任何意见 你可以去留言 我会尽快地答复你 谢谢,拜拜